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知道 这家伙肯定没睡呢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喽 你的伤好了吗 萧玉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 来 坐 这两年 萧玉你们过得还好吗 以后你做事能不能小心一点 直到你被一伙吞噬后 我们都快绝望了 如果你出了意外 咱们萧家的仇恐怕就没人能报了 想要报仇 总得需要力量 而要得到力量 又怎可能没有风险 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无用 并且 我在迦南学院不会停留太久 还是交给你们吧 你要离开 去哪儿 当然是回迦马帝国 当年的恩怨总得了结吧 你要去云兰宗 那我也去 我想回去看看还活着的族人 不急 还没有这么快 此次去云兰宗必是一场血战 必须准备冲突才能出发 这次我和二哥先回去 你和萧妹还是留在迦南学院最安全 我 我这次回去不是叹气 而是真正的死战 回加马帝国的准备工作 我倒是有个想法 如今黑盟解散 黑脚于大乱 如果趁机把那里的强者整合起来 日后必能成为我们向云兰宗复仇的一大助力 要在黑脚于创建势力 那里可都是狠角色 想要收服狠人 只要比他们更狠就行 不过 内园一直对黑脚于过于强大的势力 抱有忌惮之心 我们扩建势力 难免会引起内园猜疑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必须先说服大长老 免得日后误会 若是这事能成的话 日后就算云兰宗具全宗之力 我们也不用再有丝毫惧怕 你们两个 究竟什么来历 尸体 能不能进 Give me 那我们进去 出门 进去 出门 走 走 风铃分行剑 云南宗的斗技 以黑角玉的混乱 学院永远无法强力消除它的威胁 待若让我二哥去那边创建一个亲近学院的势力 就可以改变黑角玉的势力格局 从内部分化黑角玉 牵制其他势力对学院的威胁 而且还可以帮你们拉起一只人马 以后好回加码帝国复仇 对不对 我这点小心思还是瞒不过大长老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所谓赌不如输 这对学院来说是消除威胁最省力的办法 这么说大长老是答应了 不答应还能怎么办 如今我内院的天坟炼器塔 还需要你长时间补充陨落心炎 得到陨落心炎 是我萧炎签内院的一个情 绝物拿此事来要挟之心 我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你小子就是这点不错 重情重义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 我要把她的问题解决一下 你是说那位斗宗皆别的女人吗 她究竟是何方强者 她 她是美渡沙女王 之前我跟她偶然发生了一些纠葛 导致她现在恨我入股 一直恨不得杀我而后快 竟是传说中的美渡沙女王 还是进化后的 你小子连这种女人都敢惹 不知道历代美渡沙女王 都是杀人如杀鸡 谁见了都要绕着走吗 现在知道也来不及了 大长老 我还有事 先行告辞 小家伙 走那么急干嘛 我还想告诉你 美渡沙固然冷酷 可一旦被人折服 那便会至死不渝 这个小家伙 厌浮不浅哪 我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先伸吧 这地方不错 能让你死个清静 别整天死啊死的 我知道 你现在杀不了我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比我清楚 你虽然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 却也被他影响 所以一直对我下不了手 而且 还经常跟在我身旁 不要以为吞天蟒 能一直影响我 我迟早能把你宰了 我们 不妨做个交易 怎么样 我能帮你彻底消除 吞天蟒的影响 让你做回那个 真正的美肚杀女王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六品丹药 复魂丹的药方 正好能解决你灵魂融合的问题 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帮你炼制 怎么样 什么要求 一年内 跟在我身边 不可对我有杀心 并且必要的时候 我让你出手 你不能拒绝 一年之后 约定结束 我帮你炼制丹药 到那时 如果你还想杀我 悉听尊便 只要有了复魂丹 你就是纯粹的美肚杀女王 这份不受任何东西 影响的自由 可是价值不菲哦 好 依你 那以后 我们便是同伴了 这只是一场交易 没什么伙伴不伙伴的 好吧好吧 只是交易关系 既然我们要一起相处一年时间 总不能一直叫你美肚杀吧 不然容易露相 要不 我帮你取一个 不劳你费心 要不 就叫你彩琳怎么样 这听起来很般配 你 美肚杀是我的名字 也是我的身份 不需要你给我换什么其他名字 那我以后就叫你彩琳了 既然已经进化成人形 怎么那么有名字 再说彩琳这名字 比美肚杀女王 叫起来亲和多了 接下来 就可以安心修炼地影诀了 海老 听您所说 这两个窦黄 似乎语云拦踪 不管来自哪里 对我们米特尔家族 都是不存善意 我们必须尽快查明 嗯 海老 我这就去安排 两人连手还打不过 海波东的老家伙 这两个失败品 就化为能量 负责他人吧 这些可都是你云兰宗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成功啊 谋大事者 何必再一些许小事 为了我云兰宗的大业 这点牺牲算不得什么 既然如此 他们俩就归我了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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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次的经验 你所需要的窦黄战力 想必很快就能实现 居然 你也该准备对小姐那些愚拟斗手了 米特尔家族可是帝国三大家族之手 但凭这几个窦黄战力还不够 我得再给他们配备一些人手 才有一击毙命的把握 这种数量的斗气竟然还不够 这开山印还只是第一印呢 再来 想要发挥出开山印的威力 就必须让体内斗气的运转 与手蕴的结成在同一上海间满车 走 并会想先前那边 因为配合不到位而瞬间消散 而当初威力下降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开山印 这第一印就已经如此难修炼 后面四印修炼起来 不知有多恐怖 还有很多事要做 没有时间这么休息 开山印 我就不信学不会你 什么事roll 下次再来 ду 行 到这边 满 strawberries Morocco ro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没理 韩风还不是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现在黑盟没了 封城里应由我们接手才对 哪里轮得到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萧门 在我们面前成大王 大人 滚 我说了半天 这事儿到底做不做 不然我们狂尸帮自己动手 到时候你们就别来分一杯羹 听说萧门最强者是个窦王 不错 封城在韩风死后便是再无其他势力敢禁足此处 这个小小的窦王 都替我针虫子 大家不都在等着看嘉南学院会有什么反应吗 不过 这萧门在封城蹦得这么久 嘉南学院都没有动静 想必是已经放松了警惕 想必是已经放松了警惕 不准备再插手黑脚衣的闲事了 哼哼 既然这样 那封城这块肥肉 我们当忍不让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开山计 不愧是地下高级的武器 前几只是第一印象长 威力有不下宴会诗老池 日后与人对战 又多了一张地牌 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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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彩琳 闭嘴 我们得去黑角域一趟 别想让我给你当免费的打手 我要是不在了 就没人能帮你练着副魂丹了 三位 我清楚黑角域拳头未当 你们实力强 要萧门交出封城也行 可惜我并非萧门的首领 三位即便要我们离开 也得等我们的首领回来再说 紧紧歪歪 哪来那么多废话 现在老子可不是在和你商量 或者就别走了 老夫好久没有折磨人了 想让我萧门滚出封城 寒风都没这资格 你们也配 这位朋友 这是我们与萧门的事 外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国管闲事 在黑角域中可不是最明智的举动 在下萧炎 是萧门的首领 何来外人一说 萧炎 你就是济沙泛老和寒风的萧炎 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但他们二人确实哲于无事 难道三位此次前来 是为他二人讨公道的 行了行了 我这人性子实 素不喜欢拐弯抹角 萧门主 你也清楚封城这块大饼利润丰厚 足以令任何人养红 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原来三位 是想来抢我萧门在封城的掌控者地位 独克 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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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这个女人 是追杀三弟的那个可怕强者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放心 accomplishment 小门主 今天的事其实是个误会 误会误会 既然归萧门主所有 那我们自是不敢冒犯 今日回去后 定会警告其他人 日后不要再行愚蠢之事 那就有劳三位了 还请萧门主 不要将今日的冒犯放在心上 天色即晚 我三人就不便打扰了 他日定会登门谢罪 三位请留步 萧门主 莫非你真要赶尽杀绝不成 这下是三位误会了 来者是客 既然三位对封城这么感兴趣 我们不妨做个交易 萧门主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有一个仇家 势力不弱 虽说如今我的势力 已有把握与之抗衡 但为了万无一失 我还需要一些人手 我只需要三位 到时候能助我一臂之力便可 不知萧门主的仇家 是大陆哪方势力 云兰宗 云兰宗 似乎有些耳熟 莫非是 位于加玛帝国拥有斗宗强者 作战的云兰宗 黑教育和云兰宗相隔万里 况且还有斗宗强者作战 就算有我三家相助 萧门主这仇 只怕也不好报 几位放心 我不会让诸位白做 之后的封城 你们三大势力 各占一定量的份额 并且云兰宗除了斗宗云山外 就只有一位斗皇 其他长老则不足为局 果然是一群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家伙 黄吉丹 你们应该听说过吧 三弟 是那个能让斗皇强者 在短时间内 提升一到两星的黄吉丹吗 不止如此 听说提升后的残余药力 还能顾精炼骨 让服用之人 得到一次强化身体的机会 哪怕在六品丹药中 黄吉丹也堪称巅峰级别 莫非萧门主手里有 我会炼 什么 你 这是一药啊 实不相瞒 在下正是一名六品药师 也刚好会炼制黄吉丹 三位弱势能够答应我的条件 事成之后 除了封城三城奋力 我还会奉上黄吉丹 好 一切便以秀文如所言 今天多亏你了 若非你在 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屈服 真正让他们屈服的 是你的六品炼药师的本身 我只是在旁震慑罢了 想让我帮你对付云山 你还挺懂我 可我凭什么帮你 难道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放心吧 你若是不想出手 我也不会强求 到时候你作弊上官也行 别以为说这种话就有用 我可不会随便当别人手中的武器 也犯不着因为你 而去招人一个斗工强者 三弟 他到底是谁 亏你能忍这么久才问 他便是蛇人族的美毒杀女王 什么 你说他 他是 要保密 三弟 这次去云兰宗 如果得他相处 那不是 他拒绝了 这 太可惜了 没关系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二哥 帮我个忙 我这段时间再筹备一方丹药 虽然苏大长老 帮我找到了这上面大部分的药材 不过 还缺这两种 你能想办法找到吗 阴神花 火阳灵液 这两种药材我听都没听过 想必价值不菲 你放心 只要能收到这两种药材的消息 抢我也会给你抢回来 好了好了 别这么粗鲁 这些丹药 都是韩风之前炼制的 品阶不低 二哥你先拿去 想办法卖了 应该能换一笔不菲的刺剂 你好好修炼 这些杂事交给哥哥我来做就行 你是我们三兄弟中用最有出息的 不该被世俗困住 有点想大哥了 来 干 好 来 我来通知他 你快去通知三弟 记住 我们可以死 但三弟不能死 别太担心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三弟 我这就去安排你的事 放心吧 二弟 三弟 你们还好吗 韩风这家伙 在黑角域作威作福 得了不少宝贝 只是没想到 最后都落入我手里了 这里正好能凑齐一副炼制负灵子弹所需的药材 当初能从云兰宗的追杀下逃出来 少不了海洛和米特的家族的帮助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回报它 既然负灵子弹的药材齐全了 那就先把海洛练一副吧 我相遇 可不好交锤 我相遇 这药顶果然是难得的宝贝 既然能掩盖六品丹药带来的异象 只怕和老师那尊黑顶一样 同列天顶榜之上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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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敲门了 没事 找我何事 我准备办一场丹药拍卖会 让价高者得 这肯定比直接卖出去更赚钱 能让丹药帝宜最大化 好主意 那我这就让人往外放话 把声势煽动起来 不过 当初黑盟的那些成员 恐怕也会闻风而来找麻烦 特别是那金鸣二脑 他们既在嘉南学院 可对我们却是丝毫不去 二哥你只管去做 不用担心这两人 其他的事交给我 嗯 听说这萧门是近期才出现的势力 一出现就入驻封城 来历神秘啊 是啊 这萧门到底什么势力啊 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 挺可以啊 诸位 在下萧门掌事人萧丽 今日在封城 首次举办拍卖会 若有什么怠慢之处 还望诸位担待一下 这就是萧门掌事人 区区一个窦王而已 怎么可能压制得住三大势力 就是一个窦王啊 别敢现成说实 这萧门也太不难黑角玉当回事 黑角玉可不是一个窦王 能说了算的地方 如果光靠你 那这场拍卖会 我看也没有举办的必要了 小子 还是让萧门真正的首领出来吧 韩风再怎么说 在黑角玉也有着不菲的名声 他的城市还轮不到你这样的小辈作主 赶紧滚下去 你还没有资格站在那里 快点 救命啊 走吧 你别在这儿了 来啊 丢谁啊 你 你 下去吧 走 萧门地盘上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 和二位来指手画脚 走 走 住位 萧门首次举办拍卖会 可不想多生事端 望各位体谅一二 萧嫣 你杀了韩风主 还敢在黑角域让武扬威 他就是杀了韩风的那个萧嫣 真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 我还以为 至少得是和金银二老差不多的年轻呢 二位 既然韩风死于我手 这座藤池 自然也就归我了 黑角域本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二位在黑角域多年 想必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吧 你 这封城是黑盟的总部 韩蒙主虽已身亡 但我二人身为黑盟成员 有权收回封城 自然不会任你再次撒野 你萧门最好乖乖撤出 否则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 韩风战败而亡 黑盟也随之解散 而我作为胜利者接收这座城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两位若是不满 尽管动手便是 黑角域中没有公平 只有胜败之分 今日便让我们代替韩风了结仇怨 免得他死了都不安宁 我本不想破坏我萧门首次举办的拍卖会 但你二人一再得寸进尺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好狂的口气 今日苏谦以及内院强者未在此处 你也可以如我们这般说吧 逮了这小子 我们两手将将门彻底清理了 奉承可不能落在这些家伙手中 这两个老家伙要倒霉了 他把他们捡一切 麻烦我 让这两位安静一些 好好喝 走 饿啊 加油 湖 欢歌 豫 ASH 该死 这不是一脚踢死汉风的那个冷血女人吗 就是她 华晨辉我也认识 她不是在追杀小爷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帮她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若与她动手 小命难保 要么 狗一波 狗一波 金老银老 风尘可是黑萌的总部 绝不能落在这小子手中 只要两位一声令下 我们兄弟就立刻动手 保证半天之内肃清所有小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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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长眼睛的闯祸 汉风是死在萧门主手中 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 那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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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说的对 即使你干掉了韩风 那方程自然认你一筹对 这两个老家伙还真是不鸟脸 既然二位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 若两位长老还有雅兴 不妨参加完拍卖会再走 一定 一定 诸位勿怪 先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接下来便开始今日的正习 丹药拍卖 好 好 好 多谢了 不要再冷折一张脸了 我知道你答应我的请求 有一些受吞天蟒影响的缘故 绝不会以为 你真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其实我们之间 也没多大的仇恨吧 当初在地底 若不是你当年带走吞天蟒 我就不会有如今的麻烦时 更不会 现在你竟然还敢跟我说 没有多大仇恨 好 好 抱歉 但你与吞天蟒同为一体 应该能看到我对那小家伙片 并无半点怠慢 连半生紫金元这种稀罕物 都给它荡水一样喝 小家伙 给你紫金元 又是吞天盟的回忆 你有这拉扯旧式的闲情 还不如赶紧给我炼制复魂丹 约定的一年时间期满 我若见不到丹药 你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头疼了 三弟 拍卖会完美结束 后面我会派人尽快收集起 你所需的药材 多谢二哥了 有了这些药材 老师的苏醒不远了 这次还兴老师 恐怕会有着不小的动静 在这无尽深山中 倒是再好不过 即使动静再大 也会被山峰给遮掩 彩琳 麻烦了 不要让任何东西打扰我 快去拿着我 好 我硝烟今日便拜你为师 不知你老人家怎么称呼 我名为要老 老师 这药顶也太破了点吧 你臭小子 这么计较一个药顶干嘛 对炼药师来说 炼药本身的修为才最为关键 一会把它服下 这样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 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三文清零丹 药效太强 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 老师 二字幕可参 Mars 终于烈火完成了 这些药子不愧为天才地宝 竟然需要这么长时间烈火 不过这样最好 可以对老师的灵魂 有着更为强大的帮助 两年了老师 终于可以再见到您了 已经两个月时间了 这种程度的挥霍 你如果继续熬下去 恐怕就得等别人来救你了 怎么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是担心你死了 那抚魂丹恐怕又要落空 你放心 抚魂丹 一定会交到你手上的 宁万不灵 他的私货帮我合适 我竟然会与他说这种话 你已经达到界限了 你已经达到界限了 大帽 就差一点了 千万不能功亏一刻 自寻死路 老师 我为什么还要去救他 这种家伙 死有缘苦 混蛋 算你好运 一年之后 我会亲手取你性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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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滚出来 美杜莎 你想取老夫弟子的性命 可先要问我老夫主力不同意你 是你 没想到你竟然能成功地与吞天蟒的灵魂相融合 看来我沉睡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你也不差 睡了两年反而实力大增 灵魂力量更加强横了 既然你已经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 为何还留在硝烟身边 我留在这里与你何干 当年硝烟那般如我 你这老家伙也脱不了干系 我没找你的麻烦就罢 你还敢来管我 好个牙间嘴利的鸭号 老夫我纵横大陆时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奶呢 不过老夫没时间跟你扯屁 等我将这小家伙弄醒后 再找你清散 这小子体内的斗气都枯竭了 两年不见 没想到小家伙的力量竟然已经强悍如斯 也不知实力到了什么界变 这腰顶怎么看起来像天丁网上记载的万寿顶 看来小家伙 这两年日子过得不错 老师 两年不见 您还好吗 想得到我